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五 华强北淘机 我最快 今天我们依旧来到全国最大的二手机批发市场 关注我所有手机的批发行情都在这里 3000多到4000多的一个预算 当然要数11波罗麦克斯性价比最高 不仅性能好 屏幕大 同时续航方面呢也是非常不错 听说这款机型市场已经跌到了4000多 今天我们就一起去二手机市场一探究竟 手上这台机器呢 我们就是帮这位成都的粉丝拿了一个11波罗麦克斯无所256g的外观橙色呢 也是一个99成星 没有磕碰划痕品质也是非常不错 电池效率90以上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4800左右的预算 内置搭载s3的处理器 性能方面不用担心 后置三个像头1200万的像素 同时呢 屏幕也是采用一个6 5寸的二位楼 异地屏3969毫安的电池容量 续航方面呢 我们也是不用担心 苹果12黑解64的 手上这台呢是一个黑解无所 可以看到品质也是非常的新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3400左右的预算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不仅支持5g网络 内置也是a14的处理器 后置双色1200万的像素 曾经的万言机皇 苹果蔡s max如今市场拿货的话 也是跌至2000多 手上这台呢是一个无所95成心 目前市场256g的是在一个3001左右的预算 64g的话也是跌至2000多 内置a12的处理器 游戏性能强悍 屏幕同时也是采用一个6 5寸的ol 异地屏 大屏游戏档的最爱 同时呢 续航方面电池容量也是有一个3174毫安 作为主力机或者游戏机 用个三年左右呢 体验也是非常不错的一款机型 然后我们再来帮这位山西的粉丝拿一台苹果叉啊 手上这台呢 是一个无所128g的外观橙色95成心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2600左右的预算 黑解64g的也是跌至1900左右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内置也是a12的处理器 运行高配置游戏呢 也是不会卡顿 6 1寸的lcd屏 续航方面电池容量也是有2942毫安 虽然说后置是单项头 但是1200万的像素 也是完全可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的 拿来当主力机再上个两三年也是没有问题 苹果12po最近市场这一个月的时间内呢 也是跌了接近1000左右 目前也是非常值得入手的一款机型a14的处理器 6 1寸的ol 异地屏 整体的一个位置手感呢 也是非常的巴适 后置三颗像头1200万的像素 同时呢 也是支持5g网络 如果有双卡需求的话 还可以改双卡 信号也是非常稳 定 然后我们再去安卓市场帮助安徽的粉丝 拿一个华为妹的三菱坡罗 手上这台呢 是一个5g版本8加256g的 可以看到城市也是非常的新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4000左右的预算 相比之前拿货呢 也是跌了200左右 6 5三寸的一个刘海平 整体的一个握取手感呢 也是非常的巴适 外观颜值呢 也是非常耐看时尚 后置4000万的像素 支持指纹面容解锁 内置也是搭载70990的处理器 性能方面呢 我们也是不用去担心 电池容量也有4500海湾 正常待机 一天也是没有问题的 手上这台机器呢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 它是三星的not 10 5g版本 12g的运行 256g的内存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 也是只要2200左右的预算 内置搭载骁龙855的处理器 6 3寸的一个双曲面瓶 整体的一个握取手感呢 也是非常的巴适 支持指纹面容识别 3500黄的电子容量 同时呢 也是配有手写笔 拿来当主力机再占3年左右呢 也是完全可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 华为mate30手上这台呢 是一个4G版本8加128的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 也是在一个2700左右的预算 相比5G版本呢 这里也是有个400到500左右的差价 性价比呢 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内置麒麟990的处理器 6.62寸的直面屏呢 打游戏也不会出现误触的情况 电池轮量也有4200毫安 后置三项头4000万的像素 仔细检查机器各项功能没有什么问题 其他的我们就带回家直播监测机 2000多的预算呢 华为mate20polo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手上这台呢 是一个8加128 外观橙色也是非常新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 是在一个2200左右的预算 639寸的一个双曲面二位楼一地屏 后置莱卡三色4000万的像素 电子容量也有4200毫安 续航方面也是不用担心 性能方面呢 内置搭载麒麟980的处理器 目前运行高配置游戏也是不会卡顿 支持双卡双待 拿来当主力机 再用个两三年呢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最继性价比的5G手机 它就是我们手上这台三星s15具版本8加256的一个机器 目前市场99成新的话是在一个1800左右的预算 性价比呢 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首先它是一个支持5G网络 并且是一个256g的大内存 屏幕呢 也是采用一个6 7寸的三星2k楼性屏 不仅屏幕显示效果好 拍照效果呢 也是非常不错的 同时呢 电子容量也有4500毫安 1000多的一个价位呢 就能入手一个支持5G网络 并且是一个256g的大内存 竞价比也是非常不错的 耳机的话 手上这台1562m的二代蓝牙耳机已经称霸市场很久了 品质也比较稳定 续航一天可达10个小时左右 三代最好用的就是这个1562a的芯片月虎版本 降噪效果和使用体验都很棒 四代的这款目前也是市场的最顶配 洛达156m的芯片 音质续航都很好 好了 本期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 记得评论加点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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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